各位评审老师 各位在座的观众们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天文学家 他承认了沉迷于研究各种天文星座 不过他却对生活中的大小是完全无理 他甚至可以废寝忘食 一整天研究他的星座和行星等 有一天他走着走着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哎呀 他摔进了一个洞 结果他的脚摔断了 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他只顾着抬头望天 忘记了自己脚下的事物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难道是告诉我们走路要小心吗 哦不不不 他其实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 在我们专注于研究各种事物的时候 别忘了自己本身应该专注的事物 我想你们也猜到了我的题目吧 叫探实地 有人说人一梦想而伟大 但是有人却成天幻想 有人说我想要一个有钱的老爸 这样我就什么都有了 有人说我要减肥 但是他却成热空想 不负助于行动 老师说 看着报纸里的杂志模特儿说 他的身材好棒啊 我要怎么像他这样呢 但是他却从来不做出任何行动 比如说去运动 节食等等 有人说我要加薪 我要升职 但是呢 他却不努力工作 也不去上课程提升自己 这该是什么好呢 其实我们 我不反对人有各种 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在我们迈向成功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拟定好 我们自己应该拟定好的计划 专注于我们的目标 不耗高不远呢 曾在报线上看过 现在的年轻大学毕业生 已毕业了 便直接要求高薪水工作 他们只选他们喜爱的工作 但是他们却不愿吃苦 他们 他们认为凭自己 高学历的文凭 便可以轻易在这个社会上 找到一份薪水高 又不用吃苦 又不用提升自己的工作 但是这个世界上 学历高的人和其多 每个人都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 去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不 脚踏实地并不是守旧 一城不灭 也不是固步自封 守着老旧的思想 脚踏实地 必真正我们可以望着我们天空 向着目标前进 但同时 我们也注意着自己脚下 正在迈进的路 认出自己所面对的障碍 一一清除 这样我们才能到达 我们应该迈向成功的道路啊 总括来说 我们要达成目标 便不要成天空想 更要付出于实际行动 脚踏实地 方能顶天地地 谢谢 谢谢编号十二的参赛者